中央气象台预计从明天开始新衣服较强的冷空气象来行 这也将是今年下半天以来最强的冷空气 现在是11月6号 晚上11点半 11点32 外面现在狂风暴雨 今天早上我还穿着一件单衣服 带着Lucky在外面梳毛呢 突然之间天气就变成这样了 然后预报说今天晚上会有暴雪 我在东北都没见暴雪 难不成让我在河北见到暴雪了 算了先洗脸睡觉吧 明天早上起来再说 但她如果真下暴雪的话 我怎么出去啊 我好像没有菜了 我好像不带着 我好像不带着 我们先不带着 我好像不带着 现在我们再说 那我好像不带着 我好好的 我好像不带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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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吧 可以吃了 你把你小时候的训练有素都忘了 吃吧吃吧吃吧 我错了 错了错了错了 吃吧吃吧 太有个性了 我们是一只有个性的狗子 刚才逗了一下 还给我耍脾气不吃了 把你夹了个鸡蛋 这才开始吃 这狗太有个性了 伺候完拉可以现在该我自己了 你以后你的狗粮不吃你就上来干嘛 吃你狗粮的面包是我的 你握手 握手 换一个 换一个 不给你吃了 不给你吃了 那是我的 你留你的狗粮的 我都早上没吃饭的 不吃了啊 一说不吃 臭样子 脸马上掉下来了 你给我笑一个 笑一个 我笑一个 笑一个 笑一个 给 给 留哈喇子 好了不吃了啊 剩下是我的 车呢 现在还在车间里面正在整修 重新的要做一些调整 今天苍州降温了 所以我打算做一个烩菜 这烩菜的方法还是这回出来以后 跟七哥他们学的 我要做一个香辣版的灰菜 这料头还有菜都准备好了 就是没有豆腐 我忘了买豆腐 看 葱姜蒜小米辣 然后这是一点火锅底料 在这 土豆 土豆块 还有一些娃娃菜 这是金针菇 还有香菇 最后这是最重要的一样东西 猪肉罐头 然后焖了一锅米饭 上面开着排气扇呢 这边窗屋也开着 油烟应该不会很大 刚才前面炒的时候 我居然忘了开 来 加盖炖一会儿吧 炖一会儿 然后把白菜 金针菇 香菇 还有红烧肉 都加进去 还有一小把粉丝 炖的差不多了 粉丝加进去 我喜欢吃这种细的粉丝 金针菇 还有香菇 全部都加进去 好像做多了 一大锅 继续再焖煮一会儿 最后呢 把白菜和红烧肉 加进去 再煮一会儿 就好了 最后再淋入一些生抽 这个味就差不多了 好 搅拌均匀 就可以出锅了 哇 好大一盆呢 哎呦天 这得跟我吃两天了吧 看看 出锅喽 今天米饭焖的不错 我这小锅 刚好就适合一个人吃饭 两碗饭 晚上可以再吃一顿 开饭 给 粉丝先吃 开玩笑 我先吃了 味道不错 我第一次做回菜 看 这顿饭吃的我是相当满足 嗯 这个红烧肉罐头 还是挺不错的 这个香辣版的烩菜和七哥做的那个味道 的确是不太一样 的确是不太一样 粉丝好像下的有点早了 煮的有点烂 但是相当入味 现在我面前的这个窗户外面 如果是大海呀 或者是 青山绿水 这个饭吃的就有意思了 现在这样的天气 就适合吃这样的 大灰菜 朗朗活活的 等你吃完的时候它都不会凉 因为上面有一层油 你看 小花在那呢 小花在那拐弯那呢 快快去打他 快去 快打他去 你不打他他来打你了 就在那 就在那我刚看见他了 快走咱找他去 咱找他报仇去快走 一直到我骗你呢 我骗你了 我错了 11月7号 早上8点 真的下雪了 天哪 雪还蛮大的嘞 真的是暴雪 开开窗户看一下 白茫茫的一片 什么都看不见了 雪都飘进来了 天哪不行不行 雪太大了 果然是暴雪